在中秋廉假之后 从今天开始校园防疫采新制了 有学生确诊也不在正班停课 快筛阴性的同学可以持续到校 不过这也引发不少家长的担心了 另外医生也分析 其实这样的松绑会加强校园传播力 有不少教团和老师也反应了 就怕存在确诊黑数 快筛结果自由新政 可能会让家长干脆不厌了 有顾虑的自己请假就好 让学生的学习能力落差扩大 驾着与家长接送小孩到校门口中车廉假后 校园防疫新制上路以筛代隔 确诊者同班同学或是和确诊者摘下口罩活动 15分钟以上者快筛应可持续上课 补习班采相同规定并删除采固定座位 会担忧 有风险但没办法吧 要带好 要摸东西就是要洗手 以台北市大家国小为例 上课时间若有学生不舒服快筛扬确诊 会先把他安排在特别处所安置 同班同学当下先进行快筛不停课 两天后再次快筛确保 并无限制每位学生能领取的快筛数量 不过若再加快筛恐怕结果难把关 新制恐怕带来不少影响 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表示 就怕存在确诊黑数 另外国教行动联盟家长部长认为 国小以下学生抗拒快筛 怕采心智会让家长干脆不厌了 顾虑着自己请假就好 恐让学生学习能力落差过大 本朵疫情9月11日比上周同期少 医师沈志南分析人流指数降低 反映在这几天的新增数目 中秋节的群聚反映在下下周的新增 高峰认为在10月上旬最可能 另外国外医学研究 打三剂疫苗对BA.5来说 未曾感染者保护力每月下降 百分之二十 五个月后就接近零 疫情恐怕还有变数 民众千万不能轻呼 记者综合报道